万万没想到 现在低价模板的商城小城区的客户 又突然多了起来 去年一个月都开不了两单 这个月两天做了三单 而且还做了一个网站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也没想明白 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市场的原因 难道跟疫情有关系吗 不过是最近跟我两个月 搞这个促销活动有关系吧 感觉也不太像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这种情况 你们也帮我分析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这里说的这个模板小城区 就是那种特别便宜的小城区 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小城区模板 然后就直接可以商界使用了 平时这种模板小城区 它费用就是每年就是三千九 去年一整年都没有几个 选择这种模式的客户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做两个 都已经非常不错了 所以去年我们公司主要做的 就是定制开发 当然了也不全是小城区 尤其是公司的管理软件 业务软件等等吧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从年后上班到现在 几乎是隔载插五的有客户买这种模板小城区 我刚才也说过 可能是跟我公司做的最近一个出业活动有关系 我的出业活动是从二月九号到三月三十一号 不管是小城区还是这个网站 也不管是新客户还是老客户蓄费吧 全部都是买两年送两年 买三年送三年 就这种活动吧 如果参加这种活动的话 一年就是差不多不到两千块钱 确实比较便宜 所以我以为是最近多了很多客户 跟这有关系 但有趣的是 大部分客户 他都不买两年 也不买三年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客户 他都不参加这个活动 还是付一年三千九的这种费用 只有少部分的客户 是买两年 或者是买三年 所以说 我感觉最近这类客户突然多了 跟我做的这种活动 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给大家提起一张最近的图 就看看最近这几天 上升小城区的销售记录吧 看到了吧 最近一天有两个客户 其他都是可再插五有一单 看起来是不是感觉也不太多呀 我只所以说突然多了 就是相对于我去年来说的 去年我们一个月 能做两单这种摩托小城区 就不错了 现在这半个月都有十多单了 所以说有点惊讶 说实话 去年为什么这种客户特别少呢 可能跟我有关系 因为我从来不推这种摩托小城区 甚至有很多客户 想买这种特别便宜的小城区 我都直接告诉他 我们这里没有那种摩托小城区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主要是做这种特别便宜的小城区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亏钱的 可能有人说了 你们都有现成的摩托了 只要给客户开个账号就行了 怎么可能亏钱呢 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没做过小城区的 我来告诉你们 为什么会亏钱 咱们按照正法价值 就是三接九这种来说吧 就不说他是按照走着的活动价了 一千九百五这种了 很多时候这种 三接九都不够人工成本的 我来说说 如果客户买这种摩托小城区的话 具体都哪些事需要做 首先是要跟客户沟通 他这个这个业务场景 然后去找那个可以匹配他业务场景的这个模板 来来回回啊 至少得沟通差不多一天时间 这时候如果决定做的话 那就这一天就不算浪费 如果这个客户最后决定不做的话 那这一天时间就算浪费了 也就是说啊 不是聊的每个客户都会下单的 差不多聊个五六个客户都能成一单吧 就是按照平均码 按照聊五个客户成交一单的话 就这样算下来 就是需要五天才能成交一个客户 这只是成交钱的给沟通成本啊 就五个人天才能换来一个客户 客户付款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的这些事 就是你比如要向客户要一些 营营执照呀 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呀 什么手机号邮箱呀等等吧 还要让客户提供这个小城区的名字呀 logo图呀 再去填各种资料注册小城区呀 提交资料申请什么微信支付 在这期间还需要上客户要 什么短信认证码呀 来来回回反正是沟通很多次 这至少又需要一天时间 然后就是等待审核 等待审核结果 这个过程大概也需要三四天时间 等那个小城区审核通过以后 什么支付机后也是开通以后 我们需要安排人给客户做一些 小城区的配置 提交小城区审核呀 等那个小城区审核通过以后再发布呀 然后告诉客户这个如何使用后台呀 什么小城区页面如何修改配置啊 等等吧 就做一个简单这个使用培训吧算是 这又需要一天时间 这还不算完啊 等客户开始上线商币以后啊 就是开始运营以后啊 后面还有很多这个使用的问题 系统上线的前半个月啊 几乎每天都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比如说 用回券怎么用啊 新人用回券怎么用啊 分销怎么做呀 等等吧 我们都需要安排专业的人在群里提供这个资讯服务 我只是粗略的说了一下 就整个过程啊 差不多要从客户购买到 可以完全独立使用这个系统啊 时间差不多得有小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内啊 我们差不多要付出 8到12人天的一个工人工费 人工成本吧算是 咱们就是按平均按这个十人天计算的话 你想想 公司只收到了三千九 需要付出十人天的成本 这十人天成本差不多就一万左右了 是不是血亏的生意啊 那肯定有人说的啊 做这种SARS摩摆的小程序的收入啊 主要是靠客户的血费啊 如果只是做一年的话 那百分之百是亏钱的 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但是现实是 这种就是选择购买低价这种 摩摆小程序的客户啊 能做成功的概率啊 非常非常低 大多都不是那种 就是非常愿意投入去创业的 大多都是那种就是 就想花几千块钱尝试一下 所以说啊 这类的客户啊 到第二年续费的比例是很低的 能做到第三年的客户 已经很少上了 所以说啊 现在市面上做SARS小程序的 这种服务的公司吧 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啊 能赚到钱的公司啊 非常非常少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啊 这是前两年 我不愿意推动了业务的 一个主要原因吧 就像这种服务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